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 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太快 其实我觉得 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当你前男人有离开你的时候 你学会享受寂寞 它无机可乘 没有今天这一段 也许有会更好 没这么纠结 当他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 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 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 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 孤独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 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 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 迎接下一段的情感 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觉得付出这种东西 它不会丢人 你爱不爱我 就像喝水一样 它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 可能别人看来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东西 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没有希望 感到了绝望的话 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 但是我还是想在心里把自己想的想明白 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告诉我 所以我不希望说咱们俩一直想着本来自己不应该想的东西 我觉得在一块 你让他说一句话呀 我想说可能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去美国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 纯粹是为了我自己 请亮灯 哎呦 你听他说一句多好啊 哎呀 请回两位 大学里的爱情 毕业了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时刻 请关门 即使我想没有那个前男友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对 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 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 年轻嘛 总是要经历许多 让他们自己好好的去沉淀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一看 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